西西的态度是怎样 本会有注意到在行动宽平业务部分 确实用户量增加 迅务量增加 但是业者很明显的 他的营收并没有明显的同步成长 我们注意到这样子一个趋势 你注意到业者的营收 你都没有注意到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的需求这一方面 我们确实也在今年度开始做第一次行动上榜速率量 所以明年也会持续办理 主委你知道谁第一个说不应该采用吃到饱的汇率 你知道吗 请委员告诉我 我并不了解 主委你要当主委要做功课 你今天要来之前 特别就应该把这个政策稍微去研究一下 以前立法院是怎么做决议的 怎么打询的 怎么咨询的 我告诉你是本习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吃到饱的理由 跟你们相反 你们现在就跟你们的马老板一样 说业者赚不够 我的理由跟你们相反 不是业者的营收不够 是消费者吃不饱 你不应该给人家收吃到饱 是因为消费者根本没有吃饱过 光是等上菜啊 就等得饿死的 如果你要用吃到饱用吃来形容的话 我为什么觉得不应该收吃到饱的汇率 是因为消费者没有吃饱了 是因为消费者的弹性化 以及要求业者在系统网路建设上应该配合 立场 站着那个网站 主委你有没有用过智慧型手机上网 你有没有用过 有 好那你有没有用过去下载图片 有没有 我比较少下载图片 好所以你不了解嘛 你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嘛 你知道下载一张图片要多久吗 你睡了一个晚上起来 可能都还没还没下载完 要看档案的那个大小而定 好了 所以这个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 吃到饱的问题在业者的超卖 而不是消费者的网路塞车 请你们要认真思考我的问题 好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想要设置4G 结果我发现你们4G啊 还是一样完全站在业者的立场 来 你的预算书啊在这里 你的4G预估拍卖收入在上面写300亿是真的吗 你们4G准备只有拍卖300亿啊 跟文宴报告300亿是部会之间协商之后的结论 这是一个预估的 部会准备联合起来康全民之凯是不是 主位我还参考各国的经验 以及我们以前 主位好 MHz要拍卖竟然只有300亿 我这样算啦 我们就不要说4G的品质比3G还好 我们就用3G的价钱去除就好了 3G170MHz卖489亿 489除以170 再乘以现在4G270MHz 我算起来4舍5路要777亿 你们为什么只有编300亿啊 跟文宴报告啊 就是其实呢 各国的经验 司机所拍得的总金额都比3G要低很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我国开放各种行动通信业务以来 这个总业务成长量 包含2G 3G WBA 全部加进去只有百余亿元 所以呢 增加一个业务项目并不会等值增加 而国际的经验也显示 不同的市场条件 跟不同频段所拍出来的 每MHz per person的价格是不同的 主位 你不要用这样来胡隆我了 我们现在台湾的业者呢 是看到市场 跟外国是不一样 我们看到我们的市场 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得到了得标的厂商 它是一定有客户的 不是像外国讲的 不是像你讲的这个外国的例子 我们的发展其实还落后人家很多 我认为你这个价钱是 一开始就准备图利财团 就准备图利电信三雄 从来都没有这样考量 你说没有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来 我们的市区的频谱呢 从国防部回收700MHz 从交通部也回收 加起来 明年2G的执照 有800MHz和1800 今年800 明年1800MHz 通通通要回收来做4G的频谱拍卖 结果呢 你们竟然说要准备让这个2G的回收 本来明年要回收 要让他们延到106年的6月 为什么 这也是在部会之间协商之后的共同结论 又要康全民之凯 你现在全部推给部会 你是主管单位 你是主管机关 为什么到期的 为什么就可以这样 你们什么什么 一个各部会协商 然后就这样图利 康全民之凯 就要图利这2G的这个业者 来 这是第一 平白无故 明明7月到明年 你偏偏要让他2G哦 落伍的2G哦 还要再延到106年的6月哦 然后再来呢 现在去标这个4G 2G的业者还在使用 你说你要去标4G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 很明白嘛 意思很明白就是 除了2G的业者 其他业者 你不用想了嘛 不是这样吗 你2G站着 你说你要去标4G 谁会去标啊 除了2G的业者 谁会去标啊 你这个是图利财团 害国库损失 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跟委员报告就是 你没有那种想法 你是那种做法 2G的业者 因为他直到到期 期限是陆陆续续到期 陆续续到期 陆续续到明年哦 陆续续是到明年哦 但是他们截止日期是有差异的 那另外呢 对不要哄我 到期的日期是明年 你们为什么延到106年 明年是102年 这是民国99年的时候 不会协商共同的结论 那至于那个 我应该说 接受这样的共同结论 现在2G呢 国内还有600余万户在使用 所以这个频率的使用呢 目前还是有效率的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你这样的说明跟解释 契约到明年到期 没有理由 不能够说各部会协商 就图利财团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到底理由是什么 完全没有理由 这是原来第二代行动通信 业务管理规则里面呢 他仍然保留了一个换照可能性 他并不像3G是一次拍断15年的 所以业者的经营条件跟3G是不同的 我们有契约 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 让一个应该要升级的产业 不但不升级 还让助长业者不升级的堕落 甚至于我还在强调 你们102年要释出的所谓的4G 你要换照 你刚刚说的 还要说 还要采技术中立原则 你们很会卖弄文章 什么叫技术中立原则 你们的技术中立 技术中立原则就是 2G 3G 4G 可以全部混在一起用 这个叫做技术中立 各位文章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同样的频率 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规格 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 那我们并不定死在哪一种规格里面 比如说不用欧洲的UMTS 或者是用GSMA 或是用这个所谓的YMAT 是吗 不绑住特定的规格 只要达到相同的效率就可 2G 3G 4G都可以一起用 跟委员报告 就是其实业务种类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2G 基本上是通话的化物为主的 3G以上是数据服务为主的 主委 你这样一样 又助长了业者的堕落 又让消费者的损害更是落后 我们来看 你把4G标出去以后 告诉业者说 你不一定要建设4G 你还可以继续用2G或3G 我们的上网速度 还是停留在2G 3G 跟委员报告 并没有这种情形 他如果取得行动宽平 业务执照的话 他就必须按照他取得 执照条件去建设 没有啊 是啦 他可以到4G去慢慢建设啦 但是你们这里已经帮他 大开方便之门 叫做技术中立 随便他要2G 3G 4G 当然他也会告诉你说 会啦 他会建设啦 可是问题是 从现在开始 正常的速度建设 都还要5、6年 你让他到106年 才开始建设 也可以 甚至你也不限制 他甚至106年开始 只要建设一点点4G 他也可以叫做 他是4G业者 如果考量频率使用效率化 业者应该会提前建设 对他比较有利 你真的是 你认为 这个对他会比较有利吗 确实如此 因为新的技术 让他做基础涵盖的一个效率 会比原来的技术又好多了 好 所以你的讲法是矛盾 你认为4G会对他比较有利 但是你卖的是比较便宜 你现在又告诉我 4G会比较有利 但是你卖他比较便宜 然后再来呢 你又告诉我 他会建设 可能是比较便宜的 可是你又让他可以 2G 3G 4G一起来 你这个是相互矛盾 并没有 我应该所说的2G频段 以往是用审查制的 他并不是用拍卖制的 而且他的特许费 原来是1% 后来提高到2% 以实际计算的结果 并不会比4G的情况 要来得更贵 这个都是契约 这个都应该到明年到期 这是特许 这并不是契约 好 这个就算是特许 明年到期 也是明年到期 没有理由再让我们 再等到106年6月 主委 我等一下会做决议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 康全民之凯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 把全民的资产频道 全民资产的频率 频率送给财团去赚大 并没有 拍卖制其实就是 希望反映频率该有的价值 我想所有各国的经验 都显示这一点 是很明确的 我们认为清空 清空要给4G的业者 就应该真的要要求他 去做4G的建设 而不是只有拿来 让业者更好 更好处理他的2G 3G 而不是助长业者的 这个堕落 我还是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一样很重要 我们现在拍卖那个4G 其实呢 它的单位4G 我们说4G的建设 其实它那个单位 都要20MHz以上 才能够真正达到它的效果 有的规格只要15 有的规格20 那看它所使用的 技术规格而定 好很好 有的15有的20 但是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5或10 5是单位 所以它可以5乘以3等于15 5乘以4等于20 那它可能也可以更快些 你有没有要求说 业者一定要来标 三个单位以上 你没有呢 你五个单位就要去标 其实欧洲各国 也都是采取同样的方式 就是以一定的单位数的乘数 去拍卖的 欧洲的拍卖都是这样做的 主委 你不要动不动就拿欧洲美国来跟我们比 我们的业者恐怕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业者那么有商业道德啦 我跟你说 不要有那么高的期待啦 对业者不要有那么高的道德期待 我们作为监理单位 我们是要去要求 我们是要站在消费者 这边的 你一个4G 你把它切成5MHz 甚至最多10MHz 它明明要15 20 才能够发挥它的效果的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单位 你算是一个主管单位吗 还算一个专家吗 5MHz是单位 所以它实际拍得的数目一定是在这个的背数之上 还是不够啊 你刚刚自己讲要15 20啊 要看技术规格而定 对啊 你刚刚说的技术规格有15有20的啊 那你为什么用5 你说倍数那它标10好了 可以吗 可以吗 主委可以吗 他为了他自己营运考量 他不会标这种组合 主委你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如果一个业者去标了10 他的品质是跟3G一样 他是品质跟3G一样 你干嘛让他来标4G 如果不是基础涵盖的话 他可以选择这种模式 基础涵盖的部分 这样子选择就比较困难了 好吧 你们说需要再沟通的话 是 我们为夏威夷再多说你 我还是觉得我非常失望 对你的答案 我还是认为失望